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煤鱼的话现在能要多少斤 不是 这个一般的话一斤三四两 一斤三四两 不会超一斤漫 一斤漫 不是 豬芳菜的一个是招牌菜 还是很有特色的 现场的豬芳菜的话都是比较浓入吃酱的 像这种上胡啊 核蕃啊 都是浓入吃酱的东西 阿姨我听说这家店子 也是开了好多年了吧 对对对 最早是录录去的 她是个美食家嘛 也是个作家 她写了本中就叫美食家对吧 对对对对 什么时候拍的家店是什么 这家店的话我们是90年代 生意很好哦 对呀 是生意很好呀 本地人多 外地人多 平常的话本地人多 结价人的话就外地人多 到明天的话肯定要排队 几位是本地人吗 我是本地人 都是本地这间的 想问一下说这家餐厅 在本地的话算是一家 比较正宗一点的餐厅吗 老苏粥嘛 老苏粥 味道呢是老苏粥的味道 老苏粥的味道 典型的老苏粥味道 老苏粥的味道应该是 怎么样的味道 你看蒜蓉啊 这个鸡丁啊 都是我们苏粥特色的菜 必点的 必吃的这个菜 所以你的评价对它是OK的 OK的 我们就在这边经常吃 其实来吃这家店之前呢 我们是做了挺多的功课的 选了四家是作为一个被选的餐馆 包括是鞋和菜馆 新聚风菜馆 珍珠饭店 老苏粥 茶酒馆 这四家 吃血选这家呢 我是觉得说苏粥最后城市 可能是个文人粥比较重的城市 我们挑了一家是文人创办的酒楼 但是我 因为 也有个人是因为这家店的菜色都会差不多 但是 在你看来呢 你觉得哪家比较好 我不知道在看哪里 苏粥的朋友 或者是江浙的朋友 你觉得哪家比较好呢 告诉我们吧 好吧 我们今天选的是这一家了 老苏粥 各位我不客气了 这个刚才服务员姐姐说要趁热吃豆腐花开始 说真的 咸的豆腐花不算最精彩 最精彩是它那份的滑 真正上的入口计划 怀起来的时候是固体 但是一放到嘴巴里面 没了 真的吃一碗豆腐花的话 你就觉得很寡淡 因为很滑很滑 但是滑的三五口之后 你觉得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偏偏它放了一些配料 紫菜也好 榨菜也好 虾米皮也好 哪怕是香菜也好 它都会增加一些脆 有嚼入的口感 整一个会出来 节奏感 所以这节奏感是什么 就是一下高一下低 高那下是脆口的榨菜 低那下是软滑的豆腐花 肖邦第八生命交响 邪奏混合曲 肖邦不是被气死 肖邦是被气活 OK 松鼠桂鱼 跟广州的老婆饼 没有老婆 包仔饭 没有包仔一样 松鼠桂鱼里面是木有松鼠的 据说叫松鼠桂鱼的原因 是因为它整个炸起来像素的尾巴 也因为说它炸起来浇汁的时候 整道菜会吱吱吱的想像松鼠一样 所以叫松鼠桂鱼 很多说法 再说一下了 这顿饭只是一个广州老 对苏州菜的评价正不正宗 我真的不太知道 我只是告诉你 我觉得好不好吃 已经它的口感是怎样 仅此而已啊 外面很酥脆 加上酸甜酱 恰到好处的酸酸甜甜 明明是酥脆 香口的外壳 但吃到里面 是鲜软的东西 好吃 但是卡路里很高啊 不要紧 人少瓦的卡路里 好吃 好吃 按这个吃的一块 手锅虾仁 大姐不断地强调说 这个卖得贵 是因为它真的要是手锅的 我会选择相信它 我选择相信它 加一点点 我吃错了 我应该先这个吃起 最清淡的吃是在吃这个 大家不要紧 哪怕我今天吃到是嘴巴里面 都是那种糖醋 糖的味道 那种酱的味道 这个的话 它那种清爽 还是在 真正的清爽 姚清爽 输给了这个 首播虾仁 一勺 满嘴的香香 满足感 h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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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ch什么意思啊 就好吃 hatch 我们网说猴仔 猴仔 猴仔 我们网说网人 今天的菜式看到说 分量不会特别多 但是有很多的滋味都很好 包括刚才这两个都已经吃了 很不错不错 享油膳服 很重的酱油 很重的颜色 然后 当中 就是有点甜美在里面 你不知道它有怎么处理方法 这一切都很完美 但是 有点不喜欢的是 胡椒粉 有点太重了 吃完之后整个酒吧里面 都是胡椒粉的味道 这个有点不太喜欢 来 曾老板对不起 这顿饭又是超标的 334块钱 超了一点点 整顿饭让我吃下来 很过瘾 很满足 这边的江浙菜 可能以后慢慢会成为我越来越爱 OK 但是既然来到了这个江浙这边 苏州这边 不可能是只吃一顿就回去的吧 所以在9月份 10月份这个时间 来到江浙 我们还要吃一些 这边更加经典的 具体是什么 服装在这方面是 NFL 腰大臼 不需要吃下全世界的人